新闻相同的队友 欢迎收看关键的报告 今天这个礼拜 俄乌战场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乌克兰在大家没有预期的状况下 居然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而这个全面攻击 你就发现 俄罗斯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 在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的状况下 他兵败如三岛 整个哈尔科夫 整个一球部 完全被乌克兰所攻占 那大家想说 这个礼拜可能是老弱残兵吧 或者说他中了调虎离三季 因为本来以为说乌克兰要养攻乌南 所以我把精锐部队送到了乌南 所以我乌东空虚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解密的消息是 你知道现在镇守在伊九姆 镇守在哈尔科夫的 竟然是俄罗斯最强的第一坦克军团 第一坦克军团是整个俄罗斯的 红场禁卫军 等于说是一个最强的部队 如果俄罗斯的最强部队 现在都是老弱残兵 现在最强的部队都不经打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俄罗斯的兵力 已经匮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而且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面 已经不是只有在乌东 连乌南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当然这个时刻 他已经士气大震 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 第三阶段的攻击 第三阶段攻击就是第一个 第一阶段我们要阻挡俄罗斯的进攻 第二阶段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正面交锋 在第三阶段 我们要全面大反攻 现在真的已经进到了乌克兰 全面大反攻的境界吗 它的阶段吗 如果进到了乌克兰全面大反攻的话 那俄罗斯他有立足之地吗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没有立足之地 那普丁他的权力还能够维护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阶段 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州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谢谢美岛电视报总统 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十分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政媒体也会真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全球防卫杂志的 采访主任陈国明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非常有丰富战场经验的 梁东平 东平你好 大家好 好 走 这里面刚刚讲到 整个乌东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本来俄罗斯强占的19母 强占的哈尔克夫 居然一瞬间全部被夺回去 夺回去之后 大家本来以为说 你守在这边送了吊虎离三纪 你的最强部队被动到乌南了 不对哦 你居然正守在这个地方的 是你最强的第一坦克军团 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讲了 我们进到第三阶段的全面大反攻了 王姐 目前二军可以说是在整个乌克兰 呈现一个全线大崩溃的局面 我们给大家看地图 9月7号的时候 这时候乌克兰的军队在这个地方 短短的看 9月9号已经开始往前突进了 到9月11号的时候 你看整个完全都不见了 你知道这个责任之绪就说 9月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收复了6000平方公里 6000平方公里 约莫已经逼近两个台北市大这么大 全部都没有收复回来了 那目前为止你要说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他们是俄罗斯中的吊虎离三支气 可是宝姐我们现在赫然发现 正守在哈尔克夫的是 俄罗斯的第一坦克集团军 第一坦克集团军是什么 是普丁手上的一个禁卫军团 他平时是守护在莫斯科这个地方 他最早一开始 莫斯科禁卫军 最早一开始打进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就是由第一坦克军 呈现一个主攻部队 只是说因为他前一阵子 在哈尔克夫这个地方遭受到重创 他就正守在这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撤退的就是他 也就是因为第一集团军 开始往后撤退之后 整个你也知道 最强的军队开始撤退后 整个俄罗斯军队 当然是完全崩溃 所以就快速的 被乌克兰呈现一个 大扫荡的局面 我就想说奇怪 怎么俄罗斯的军队会完全崩溃 完全兵败如山道 原来他们的铁卫军 最强的第一坦克军 瞬间瓦吉尔 大哥都跑了 小弟当然就完全溃散 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乌克兰 占这个优势之后 他现在开始得理不饶人 他现在的国防部长说什么 我们准备要收复所有 包括2014年 乌克兰从克里米亚 占领的国土之前 我们要恢复到2014年之前 另外一个 我还要求俄罗斯 你要给我赔偿责任 所以现在他整个底气非常大 而且现在国外媒体 拿到一份资料 就是乌克兰开始 列一些清单给美国 他就说你看包括什么 列一些反反 一些29项清单 包括说战车 无人机火炮系统 还有雨叉飞弹 还有海马斯等等 他说我们要继续的反攻 反攻到2023年 所以设定的时光点 所以你还要更多长城武器 他们准备要把俄罗斯打回去 甚至他们还说 不排除我们未来 可能会轟炸俄罗斯 所以他现在整个 这个作战的气势 都完全站在乌克兰这一边 好 我们知道 你在整个攻击的时候 就想知道 一开始火炮攻击 攻击完以后 其实装甲蹂躏在场 装甲能够蹂躏战的话 开始步兵是进行扫荡 刚刚讲的 现在不是讲吗 已经6000平方公里的 石土收回去之后 现在乌克兰已经进行扫荡工作 最新的消息是 俄罗斯已经撤走了 在乌克兰东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 这个重镇距离乌克兰 号称宣户的国土的范围 还有50公里 他们已经跑了 乌克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镇 那个镇他们随时可以收复 你根本来不及往前冲 对 他们已经跑了 他们第一个 我们地面部队开始扫荡的 第一个时间是 掩仙穹直升机 你看在乌东的时候 你说这个直升机 已经如入无人之地 这个直升机 可以在乌东进行低空扫荡了 因为现在俄罗斯的空军 根本不敢来 所以那第一个部队的进去的时候 就是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这个直升机 进去低空扫荡 把第一轮在扫荡完毕之后 你看紧接的开始 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开始对了 你有运兵 你要逃跑的 所有任何的这个 俄罗斯的军官 我开始给你轟炸 他们用这样继续轟炸 用这个无人机 还有仿装甲飞弹 不断地轟炸这些 运送士兵的这个装甲车 大规模的推进之后 这个俄罗斯的军方 跟乌克兰军方 在森林里面短兵相接 在短兵相接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俄罗斯 这个视角 这乌克兰的视角 对 但是俄罗斯的军方 军官打个几枪之后 就赶快投降了 那包括说现在 很多据点里面 都出现非常多的这个激战 那激战的时候 在乌克兰军队 都是把你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 就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你就投降吧 就你就看到说 没多久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军人 就走出来投降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 整个俄罗斯的士气 是低迷到无以复加 那我就非常好奇 俄罗斯为什么 他的士气这么快的溃败 刚刚讲 华盛顿邮报就做了一个报道 搞了半天是 当那敌火炮戏的时候 我一定要开始打吧 我要请示上级吧 就像我们的无人机来 我们要请示上级吧 这个单兵如何处置 当我要讲单兵如何处置的时候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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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长官已经跑了 而且这就是俄罗斯前线的 所有作战人员 他们现在孤立无援 这为什么 这事实上根据乌克兰民众 他们的说法 他们说 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军人 真的是毫无 毫无作战意志 他们随时都想跑 甚至有些俄罗斯的军人 可能要交火或是这样 打电话给上级 说我们要寻求援助或什么 那上级没有任何的回应 没有声音 就假装没有声音 没有回应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所以他们现在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们也想跑 一想跑之后 保抵那他们怎么做 乌克兰的平民老百姓的家里面说 我的衣服跟你换 我这是军装 我不敢穿军装 我要穿你的衣服 我要穿民众的衣服 变装逃跑 我要这样逃跑 你就知道他 多夸张你的状况 甚至还有一个更夸张 保险在这画面 这画面是什么 一个军人 军人拿着枪哦 拿着枪就有个摄影师走过来 这个军人就说 我要投降 你要枪吗 你要枪吗 你要这个东西吗 对 你要给你吗 就给你 对方是个摄影师 他也只是想在这边拍拍照片 结果你看这个军人 这军人就问说 你要枪吗 你要枪吗 你要枪就给你吧 就这样 就直接丢过去 枪丢了 对 他有枪 这个摄影师没有枪耶 你知道他就这样 而且他丢到旁边还踢个两脚 就表示说 我真的不要这把枪 你拿去 这样 你知道这是俄罗斯前线的军人 所以他们的士气这么低 他们每个人都猖皇失措 已经不想打仗了 那身材责 这也是个画面 他们在操作无人机 操作无人机操作到后来之后 糟糕 我们被锁定 然后最后马上他们把他们冲进去 房间里面把所有爆发困过来 赶快就冲了 你知道他们就 幸好他们跑得快 否则他们最后一段时间 可能就这样完全被干掉了一个 你看他们就马上准备 要完全离开这个据点 所以我们就想说 俄罗斯的前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会这个淘宝的速度这么快 第一个是 我的上级跑掉 我的上级没有给我任何指示 当然这也有可能说 美军已经把所有的通讯 全部都给遮蔽住了 好 遮蔽住了以后 我就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 更可怕的是 刚刚讲到你的无人机 一出去了以后 我为什么要跑 因为我不知道 我的敌人什么时候来 我只要 我刚刚讲 我没有的很多人不敢开枪 我的坦克不敢发炮 我的是不敢射击 因为我只要做任何动作 我马上就被标定了 没错 也就是说 美军或者乌克兰军方 已经把这个所有通讯遮蔽之后 你根本就是变成是 单兵挨打 你每一个点都是变成单兵挨打 你根本无法跟你的友军 互相联系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慌 恐怖 你就赶快往后跑 那偏偏之后 你一开炮的时候 人家就锁定你 所以他们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在前线根本就完全 呈现一个无力抵抗的局面 再加上什么 保洁你知道吗 事实上美军这一次也是已经 做好作战准备 那原本不是有传言说 824 这个乌克兰独立基因天 是要进行反抗吗 没错 后来就停止 为什么 因为根据美军的这个评估说 我们再等几天 再等几天的话 可能俄罗斯让子弹飞一飞 让俄罗斯前线的军官 更加势气低迷 而且他们在这段时间 继续轰炸 这个后方的这个补给线 果然从9月初 他们就开始进行反攻 那进行反攻过程 你看这 这是乌克兰军方的视角 他说 他们在战场上面 穿过这个乌克兰的大平原 然后中间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居民居住的地方 他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需要攻击 没有任何火力抵抗 他们 我刚才就说 是万千里奔袭 就是这样直接开进来 一个状况 那其实乌克兰也准备好了 抱歉 那整个乌克兰准备好 那乌克兰这一次 在整个乌东的战场上面 他有兵分三路 一个北路 一个中路 一个南路 也就难怪说 我刚才之前 看到了乌克兰坐在 你干嘛炸人家的桥梁 你干嘛炸大后方 原来是 我先把你的后援切断 然后瓮中桌边 没错 因为后援没有来的时候 然后你在战场上面 又找不到通讯的时候 他会很慌 事实上这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 乌克兰都不带着炸俄罗斯的 包括说乌南 乌东的 很多的 还有俄罗斯境内的弹药库 还有油库 然后攻击你的空军基地 目的要掌握这个空优 甚至我还炸了你非常多的桥 让你的后援完全中断之后 事实上在这一段攻击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注意到 进入一个揭末期 从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初的时候 揭末期 其实记者都进不到乌东这个地方 也就是他们叫你不要进入乌东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开始展开反攻 那展开反攻 我刚才就讲嘛 像这个推进的部队已经在这个站 俄罗斯他们已经说 他们已经抛弃了一个叫做 斯瓦托科夫镇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其实是俄罗斯 乌克兰东边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军事要地 但是他说你看 乌军推进距离 距离这个还有40公里远 也就是说 我还有40公里 你就已经跑了 他就跑了 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 士气多低迷的一个状况 问题是怎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看国际的 这个武器全源源不绝 英国 美国 澳洲 捷克 德国 各国的这个全部都来的时候 你说一方面弹尽源泉 后方被解断 一方面资源源不断进来 尤其美国帮乌克兰训练的 1475个人 全部到位之后 这个反攻局面 真的对俄罗斯相当不利 而且现在不是在乌东 乌南也是 现在可以说是 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 全境大反攻 好 郭敏 刚才讲到了 这一次整个周末 已经大幅的推进 大幅的就看到了 俄罗斯已经没有作战的事情 没有作战的事情 看起来 你要推回边界是指日可待 可是这个时刻 华尔街日报居然报道说 乌克兰说我还有很多武器 我要干嘛武器 我要更多的海马式火箭弹 甚至我要挪威的地域火飞弹 甚至德国眼镜蛇的火炮定位 你还在继续给我 包括鱼叉反击飞弹 我还要继续要 我心里想说 你不都应该打到边界了吗 你都不是已经到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大反攻 你已经胜券在握了 你干嘛要这种长城火炮 你说 接下来大家都要关注 乌克兰是什么时候 会打进俄罗斯本土 甚至莫斯科 我们说真的 这个是蛮奇特 乌克兰居然跟 最近一次跟西方国家 要的一些武器熊 打到29项 那包含战车无人机 然后更特别是 他居然是要了 更多的鱼叉飞弹 跟海马式火箭 多少枚呢 2000枚 2000枚 就算你用这个多罐火箭去计算 台湾才买11套 说真的 他要的比台湾购买还要多 我们还没有到位 那这2000枚的 不管是多罐火箭 还是海马 海马式 这个多罐火箭 还是说陆军战术飞弹 它能打击多远的 那我们之前就讨论过 这个陆军战术飞弹 它可以打到300公里 那为什么会这么 我们替俄罗斯戴妞 就说 在9月12日的时候 怎么在亚述海的地区 附近的一个港口 怎么遭遭不明的爆炸 这个距离 马尼泊居然达到105公里之远 所以其实大家推断说 这个可能是海马式 多罐火箭发射 陆军战术飞弹 奏效 这个是表征 那这个表征 乌克兰获得这个武器 有什么结果呢 其实俄罗斯境内 有很多的后勤基地 包含我们之前讲到了 这个所谓的 斯瓦托夫 跟库比亚斯克 这两个地方 都是重要的交通节点 那其实这张图很有意思 这个在俄罗斯境内 对俄罗斯境内 这个是重要的交通节点 那其实这张图 制作很有趣 它一个加注节目 你说他说这个英文 他说俄罗斯的军队的崩溃的速度 之快 然后让我们制作这个地图 可能会有所不精准 然后请大家见谅 所以这个是他们西方讲的 这个是真的很有趣 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呢 就是禁出克里米亚的门户 换句话说 如果说假设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说 烏东南情况 如果说这个情况发生在烏南 那烏克兰守军 获得这个东南防径 慢慢的打到这个罗斯托夫 先把这个重要交通节点给打摊的 这个时候整个克里米亚就危险了 那除了长层武器之外 烏克兰也要了很多的一些短层的武器 包含 包含这些系统 比如说这个RBS的防空飞弹 然后眼镜的时候低火的反战特飞弹 那为什么会特别介绍这个短层反攻飞弹 在这次的大反攻的时候 我们怎么好像看不到 俄罗斯战机空军出动 好像没有 那我们推判说 乌克兰守军 他们前期的时候 已经获得这种 所以野战的防空系统 所以其实俄罗斯空军的战机 惧怕这个野战防空系统 所以他们不出动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说假设 比如说俄罗斯的地面部队 要暂时受挫 但是空军出动很快 我们都没有看到 俄罗斯的空军反击 所以我们推论说 乌克兰守军 要这个防空武器系统 就在这里 那当然 所以我要完全掌握空忧 对 所以现在乌克兰的空忧 已经被乌克兰军所掌握了 至少野战防空 他们是获得部分的野战防空 然后这个时候 野战防空 这个防空网撑起来之后 陆军部队就慢慢推进 然后慢慢推进的时候 其实它还有什么呢 挪威北欧国家 也宣布说 要供应这个地域火的 地面的反战车飞弹 地域火 对地域火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地域火以前反战车飞弹 之前是直升机在发射 那现在呢 其实北欧国家也知道说 乌克兰空军暂时 他们入航指引机部队 可能暂时没有力量 但是呢 它提供这个地面发射架 地面发射架 跟这个地域火飞弹 其实它只要跟随地面载具 譬如说之前我们是讲到说 澳洲不是援助乌克兰一些军夫者 这个军夫者的轮甲车 都可以方便的携带 这个所谓的反战车飞 对地域火反战飞弹 到处跑 那这个轮型甲车 它可以前推 然后呢 地域火反战车飞弹 它又打得很准 所以其实这个野战防空 加上反战车飞弹 还有这种所谓的夜市装飞 其实会赋予 乌克兰手机 很大的攻击能量 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东北你曾经讲过说 在战场上 充满谎言 而这一次 乌克兰这次大反攻 也是充满了七点的策略 他本来真的想要 我要阳攻乌南 事实上我要打乌东 而且这个策略 竟然成功了吗 是 我们本来都是认为说是 他在这边 造成要打乌南的声势 要把乌东 这个军队引过来 因为乌东那边的军队 其实是俄罗斯最强的 对 顿巴斯嘛 顿巴斯之战 他所有的阻力都在那边 引过来之后 然后再打 这个乌东那边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 结果是打的是 哈尔科夫在东北 在靠北边那边 那我们现在知道 他那个第一坦克军 还在那边助手 对 他是最强的部队 他真的最强 等于说是他并 这个策略并没有把他最强的部队 引下来 但是为什么 闪电站居然打沉了 因为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 乌克兰会在那边发动攻击 他也认为是在乌南 他也认为是乌南 对 最大的原因就是 乌克兰这个军队的移动 是非常隐秘的 他不知道 我看到一个资料 这两天看到的 因为东北那边 有很多丛林的 他可能也在夜间移动 对 完全不知道 所以这三支 三支这个劲率 是从那边打下去 这场战争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因为乌克兰这边的情报 是很准确的 有美国跟北约的帮忙 但是俄罗斯在这方面 差了很多 在前一阵子 乌克兰在挨打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对不对 乌克兰之所以被挨打 还可以撑这么久 就是因为他情报准确 对 那在这个时候 也具体体现出来了 他完全没有办法撤职 完全不知道 这些部队在这边移动 所以你说乌军有一个北路 有一个中央 有一个南路 分三路 攻其伊球姆 这个哈尔科夫地区 居然可以做到密不透风 是 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战争 我们其实这个战争 我们讲了已经半年多了 对 讲了很多鬼故事 但是现在这个真的不是鬼故事了 那真正就是一个战术上 非常成功的一个起席 一个闪电战 难怪在发动起席 有一段时间 一个多礼拜 乌克兰所有的媒体不能到乌东 所有的媒体不可以发布 有关乌东任何的讯息 就是要保密到这个程度 是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 所以这个俄罗斯闪电战 闪了两百多天 对 我们终于看到了 现在是乌克兰三个我们看 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乌克兰这次是打闪电战 是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而且刚刚讲到 是所有国家 包括澳洲的 加拿大的 德国所有的装甲 快速运兵车 是集体进行这个快速作战的 是 现在的乌克兰军队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大概是在差不多一个月前 北约建制的乌克兰部队 已经到前线了 所谓北约建制的 就是北约的军队 北约的配备 北约训练的 我昨天看了一个资料 他是很明确的讲 英国波兰训练的 英国你记不记得 那个江森有讲说要训练 我都在这样说 你训练这些要多久的时间 其实早就在训练了 那这些部队 他有一定的战力 而且是绝对是强过俄罗斯的 那北约的配备 北约的建制 北约的训练 然后用北约的这个武器 我们都看到海马斯了 海马斯就是这个战争里面 改变战争的一个 最有力的力气 他只有 他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不到20套吧 对 还不到20套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昨日时期要几套 昨日时期说要300套 300套 他如果真的给他300套 真的可能打到默奢 就不知道打到哪去了 好 所以正好 刚刚讲到的 连布林克都讲了 我们一个海马斯 我们所能够发挥的功能 是俄罗斯火炮15到20枚 20这个座 能够发挥的功能 等人讲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世代的战争 从你的情报 战场管理 战场掌握到 长城火炮的对决 甚至我们刚刚讲 那个无人机为什么 当大家发现 我的无人机不能控制的时候 我要赶快跑 因为当我发现 我的无人机不能控制的时候 就是已经被对手控制了 对 应该是这样讲 海马斯目前整个看起来 他瞄准目标到发射 只需要30秒 而俄罗斯的军队 从侦测到瞄准 到开火要3小时 不是30分钟 它这么多 是3个小时 因为海马斯火箭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整个海马斯火箭 变成整个乌克兰战争中 俄罗斯的恶梦 为什么 因为现在资料所有简评 海马斯的瞄准系统 全部都跟北约的侦察体系 全部连线 所以根本不是乌克兰师兵去找的 所有都是北约的侦察机 是无人机 是卫星 来帮海马斯标定目标 标定目标来 乌克兰师兵只需要按发射 发射30秒之间就可以清空弹架 30秒内清空弹架之后的 两分钟之间可以远离这个地方 而且海马斯因为它是机动性非常高的 它不是链带 它是轮胎 它基本上就是个卡车 它时速可以到86公里 所以两分钟 当俄罗斯被轰炸完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底人在哪里 他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海马斯跟这个俄罗斯 是完全两回事 那俄罗斯的状况是什么呢 俄罗斯为什么我们说 俄罗斯要三个小时 因为俄罗斯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知道目标探测 接着是瞄准再来开火 再校正再开火 俄罗斯的目标探测 一样无人机 可是它无人机里面摆的是 CANOT的相机 它的CANOT相机 你要下来我才可以看到影像吗 要飞得回来 你有时候飞过去被打下来就没有 然后被干扰也没有 然后因为它上面是CANOT相机 然后发了一个小时飞过去 然后真的搞像飞坏 还要把CANOT相机拆下来 然后记忆卡拿出来 放进电脑里面 放进电脑里面之后的 就算变别的目标 俄罗斯的军队前线指挥官没有开火拳 它要往回传到后面的参谋部 参谋部说OK了 前线指挥官才能再发火 所以你知道吗 而且重点是我们刚才讲的 美军已经完全裂线了 美军是无人机看到什么 它后面的参谋本部都已经看到了 而这个是谁都看不到 谁都看不到 是回来才能看到 回来看到你前线军官还不能下打命令 要参谋本部才能下打命令 参谋本部下打命令不是开火吗 问题是它不准 开完我还要再校正回归 还要再过好证 所以它是真的 现在外媒说 所以它要先发一发观测弹 观测弹打完我才有真正打到 还有校正弹 所以它真的整套打完好几个小时 可是问题是海马是30秒 你怎么搞 而且现在因为各国都在军阅乌克兰 除了海马是30秒之外 现在德国莱茵金属给了乌克兰一个 PCH2000是8秒发射一发的 是世上最快最快的所谓 海马是30秒已经够厉害了 8秒 我给大家看莱茵金属内部 这个PCH2000的内部的画面 你看这个内部的画面其实可以知道 这是一般榴弹炮是要人去塞 然后发射出来 现在这个画面是PCH2000内部 你看喔 它根本不是传统榴弹炮人去装 它是有机械手臂 然后机械手臂里面就像是6秒一个 抓过来然后进上膛打出去 抓过来上膛打出去 以及什么炮操啊 什么榴弹炮什么推啊 什么不用 全部内部机械化莱茵金属 6秒发射一发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这个PCH2000 当炮兵有一些很辛苦 扛炮袋很辛苦 它不用扛炮袋了 全机械化是德国莱茵金属发明的 然后因为他们是北约 这就是PCH2000画面的外面 因为它是所谓的155mm的 北约通用口径 所以北约其实做过一个测试 它这个炮不用一般的榴弹炮 可以用神剑S 就是美国的神剑S导引的榴弹炮 所以它可以把美国机队导引的榴弹炮 放在这个PCH2000里面 然后放在PCH2000里面 所以你也是155榴弹炮的规格 对 所以155榴弹炮都可以用 全部都可以用 所以神剑导引S 过去要等等 全部都可以用 就是神剑导引 全部可以装在PCH2000里面 这更夸张 6秒钟射一发 你那个俄罗斯要3个小时 才能开始开火 所以两边完全是不同状况了 那很多人会问 那这样战争中到底 乌克兰拿了多少的海马士 多少先进武器 对不对 因为现在官方数据是说 我提供16辆的海马士给乌克兰 可是怎么算那么够 你乌南战场要打 总要2、30辆 还有乌东战场要打也要2、30辆 有趣的事情是 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的一个数据 这样让人家发现玄机 他说他帮乌克兰 自己训练了多少 士兵喔 M关关关 牛蛋帽训练630名士兵 海马士的训练325名士兵 M1动9可能是帕拉丁系列 A5 A6 A7都有可能的 训练300名士兵 玄机在哪里啊 海马士训练了325个士兵 对不对 可是一架海马士只需要3个士兵 那你训练300多个士兵干嘛 你岂不是有100辆海马士在这里面 你如果军员的100辆海马士在这里面 你不是讲只有20辆吗 你才说得通 为什么乌南跟乌都可以全线开张 因为你一升一辆海马士再厉害 你七公弹甲要走就不够嘛 你100辆这样就说得通嘛 你乌南50乌东50 才有可能去做这种大规模的轰炸嘛 而且这说得通喔 因为M1动9现在训练300名士兵 对不对 M1动9300名士兵喔 大概因为一个M1动9要6个士兵去操作 所以是大概50门 这50门大概跟现在各国北约 捐给他刚刚好的数据是一样 所以他这个是没有UBI的问题 所以海马士充满着鬼故事 对海马士有鬼故事 就是他训练的人数 跟他的武器量都不笼 第二件事情海马士的炮弹 大概是80公里 300公里 还是最近谣传最新的500公里 完全说不清楚 对 所以现在这样战争到底是海马士 里面到底是80 300还是500 不知道 可是我们就知道 海马士连接在北约的侦达系统 完全让乌克兰整个战群level up 所以像这样战争的 真的是一种老武器新生命 还有新武器新用途的状况 所以未来我认为了 俄罗斯战争真的会一处击溃 整个乌冬跟乌兰都被收复 好 后面 从美国宣布的那个 他整个训练的人数 真的暗藏选拘吗 海马士火箭弹 这些训练的人员 居然比这个所谓的M拐拐拐的人数 还要来得多 代表现在这乌克兰战场上的海马士 可能隐藏了很多的数字吗 就是说乌克兰 这批我们叫海马士战士好了 就训练完成之后 把这个装备然后结装完成之后 那可能很不得了 就是说赋予说 这个乌东或乌南的乌克兰的战场指观 很大的作战弹性 就是说他先把这个俄罗斯境内 后勤基地跟交通枢纽给打掉 之后呢 他就可以在区内 慢慢地用部队去推进 那或许 或许在有造型的 可以把俄罗斯推回到原本的俄乌边界 那我再来说 这一次海马士火箭弹 等于说第一次亮相公开于世 他真的改变了所有的陆军战场上的状况吗 我们要再来看 刚才郑昊讲说 为什么会那么快 其实这个叫炮兵要涉及的时候 不是要先知道在哪里 要先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个叫炮兵设计的时候 他像我们以前都说 先放一个气球 然后测实际的风速 风向等等 知道大气数据 然后输入坐标之后 才去 比如说发射第一发 第一发炮弹检验射击 第二发效力射等等 这个时间点过慢 但是美国或是欧美的战场体系 第一个他们是战场透明化 所以透明化说 他相关的数据资料 大气资料 大气温度等等 风向偏差等等 其实美军或是欧美国 他们早就建置好了 那这些数据都电脑化了 都电脑化 然后基本上他们可以通联 通联不是说我们无线电通 不是 它是我们要可以构联 包含军用网路 那军用网路很简单 就说会让乌克兰斯兵 他只要输入坐标就好 几秒钟就完成了 他只带说设计主观 要不要下令设计 所以其实对于 现代的数位化战士来讲 第一个他们训练要有数 那第二个 他的发射速率相对来讲很快 然后相对减大 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欧洲大气总署就做了一个决定 欧洲大气总署 所有的气象资料 绝对不可以给俄罗斯 就代表我在打仗 我的风速 我的整个的这个气象 我的温度 都已经在大气总署里面 我的电脑早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 我的士兵前线 士兵手上的电脑就有了 电脑就有了 我根本不用 嘴巴沾一下 现在温度在那边 不用了 我就直接发射了 其实不管是炮弹或飞弹 他们还是要飞行时间 那飞行时间 其实大气 它的数据会变 所以其实即时的 大气数据很重要 那如何获得这个即时的资讯 当然就是考验 各国科研的单位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